明波凤化某工厂车间内 一名小女孩的手 不慎被卷入机器传送带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 发现小女孩正坐在传送带下 嚎啕大哭 此时机器已被工人关闭 而小女孩的左手 则被死死卡在传送带下方 由于不清楚设备内部够早 救援人员担心 对女孩造成二次伤害 不敢贸然拆卸 对 它下面就剪掉 把这个布抽走人家 手应该给你拆下来 为了方便观察 救援人员决定先将传送带进行剪切 考虑到小孩子比较小 然后展开空间也受限 我们也采取了剪刀 以及剪切钱的救援道具 将传送带上的皮革给剪开 露出小孩子的手之后 又用扳手将螺丝给拧松 然后再将下半部分的财存在那皮革剪开 消防员一边对女孩做好防护措施 一边进行安抚 经过对关键部位的剪切 最终将女孩的手成功取出 好好好 手可以拽了 手可以拽了 好 看 看 看 来 去医院 手不要动 手不要动 赶紧手去医院去 经过这个长时间的挤压 小孩子的手腕已经严重地变形 然后当时情况是比较紧急的 我们差不多花了 经过观察以及操作 差不多用了十分钟 将小孩子送你的取术 然后送至医院 要白欧巴黄金眼综合报道